我的女友点了菜单上最贵的色拉 哦天哪 我几乎可以看到她吞没了我所有的积蓄 谁是我毛茸茸的宝宝 谁是我的小美女 谁是妈妈最好的宝贝男孩 啊嗨 你想要什么 我明白了 我的女朋友又在玩那个东西了 我排名第二 像往常一样 那个愚蠢的胡狼给我一个怪异的表情 但我是不会屈服的 想都不要想 你这个毛茸茸的笨蛋 你别想从我这儿偷走我的女朋友 男朋友确定他在打电话 打扫公寓方面做得很好 一切都折叠了 放在正确的位置 但是女友看起来有些不同 这一场噩梦 你说你打扫过 就像我们被神魔大军入侵过一样 我不能指望你做任何事 亲爱的我要去健身房 我的包在哪儿 好的 好好锻炼哦 甜心 I feel so good Yes So beautiful 嘿 你还好吗 好的 拜拜 男朋友吃完后洗了盘子和杯子 哇 看这一切有多干净 我是清洁之神 谢谢 谢谢大家 这是给我的吗 哦 多么意外 我要感谢协会 我的父母 我的狗和我的治疗师 没有你们 我是做不到的 谢谢 非常感谢 真是好荣幸 什么 我的男朋友又在想他应该得到奥斯卡 就因为他洗了一个杯子 女士们先生们 我自豪地介绍 戏剧之王 现在他准备去约会 为什么要替虚 一个真正的男人 有胡渣 看起来很酷 我好帅 但是女孩对他的看法却大不相同 好多次的怪物 你就像人类仙人者 请不要靠近我娇嫩的脸颊 我害怕你 拍摄甜美可爱的自拍没有错 但是我的男朋友不同意 嘿 这张照片太挑逗了 你会引诱所有的关注者的 立即删除 再也不要上传类似的东西了 亲爱的 我要去美容院 我要去一段时间 亲爱的 我回来了 你觉得怎么样 看起来不错吗 可怜的家伙 他没注意到任何不同 现在 他不得不猜测 发生了什么变化 你的鞋子 嗯 你的指甲 哦 你有新的指甲了 不是吗 是新的肚脐吗 你从来不会注意到任何事 我做了新发型 我猜都白做了 哈 亲爱的 你在听吗 嘿 你在看什么 好的 我明白了 我看到了你是如何看他的 哇 你真会演 很多人都有这种奇怪的仪式 一旦他吃完一个苹果后 他突然变成了一名才华横溢的篮球运动员 这变得越来越紧张 最后的机会 然后 他做到了 进球了 亲爱的 我用法棍给你做了一个三明治 哦 天哪 这是给我的吗 这就是法国的大小 我该怎么吃完所有的这些 我的嘴甚至没法长那么淡 你知道吗 亲爱的 我饱了 你可以吃完这个巨大的三明治 你确定你不吃了吗 好吧 我猜 男孩们对大分量有自己的看法 亲爱的 我喜欢在你旁边睡着 你好温暖 我的男朋友比加热片都好 他给男朋友看一个可爱的宝贝的照片 看 他就像一个小娃娃 但是男朋友以为他在暗示 好可怕 一大堆大吼大叫的孩子 整个星期都没法睡觉 尿布很臭 再也不能和男孩子们去踢足球了 哦 不 我还太年轻了 不能杀死内心的单身汉 嘿 亲爱的 一切都还好吗 啊 这只是我的想象 一阵清风拂过我的裙子 我敢打赌 看起来可爱又浪漫 嗨 梦露小姐 实际上 你看起来像陷入了龙卷风 把你带到奥兹 嗨 多罗西 来吧 我们替你整理一下 健身房里的女孩倾向于认为 男孩总是盯着他们 看他多么粗鲁 这不是电影院 男孩们 没什么好看的 我们走吧 女孩们 他们太奇怪了 哦 你刚才说什么 你需要更换画油器吗 亲爱的 这是你今天的购物清单 你能搞定吗 我希望不会像上次一样 谢谢 购物愉快哦 好的 它什么意思 这不是列表 而是数学逻辑难题 我想我能弄清楚 亲爱的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这就是你要我买的 一个苹果和一瓶酸奶 这是什么 给我看看清单 看 在这里说了苹果酸奶 我用这个干什么呢 这些原料应该在一起 就像邦尼和克莱德 算了 翻篇了 你真没用 我的男朋友 去和他的伙伴一起玩了 当然 现在他不接电话 我可以想象他在干什么 他一定在疯狂的派对上 和某人调情 而且他是故意不接的 一旦他接电话 我会教训他的 你好 亲爱的 在餐厅吃浪漫的晚餐 你们点的东西 好微口哦 像往常一样 牛也有点了色拉 亲爱的 我可以吃一点吗 哦不 他又吃了我所有的食物 为什么他不自己点 为什么他总是偷我的东西 我现在该吃什么 感谢你毁了我的晚餐 等等 亲爱的 你不能穿着一件 有褶子的衬衫出去 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挺好的 看看吧 有一个大褶子 你到底在哪儿找到的 现在 我不得不再次熨烫所有的东西 你喜欢男孩和女孩 如何看待世界的故事吗 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 告诉我们 你更喜欢哪种视角呢 亲爱的朋友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点赞和点击铃铛 不要错过 嗡呼声任何有趣的相关视频哦